当年21岁的向阳 从南投乡下来到台北读书 他写下《阿爹的本包》 这首台语诗后来被收录在国中教科书里 40年后 年轻人读到什么样的词汇呢 阿爹的本包 我们一只早起时 天还没降 阿爹就带到本包 站到古典外离开厨 出去客房子替人无参照 每一枚我们都在想 阿爹的本包到底什么样 扎到我们和阿兄吃包子配道理 阿爹的本包起码也有一个两个 阿爹最爱落白色 欢喜亚劳 艰苦亚劳 看到小晨的云 花朵 与亚劳 阿爹的目色 大家在达他的带来 张爹的笑容 respect 看着月真的很有明天 安下 神 Це accepting kom 收拾 有没有 有没有 达骂 叫 蔦 帕 立志要当诗人的向阳 把他的青春 热爱 信仰 悲喜 都融入在这一本 向阳诗选里 你可以读到诗人的成长轨迹 也可以窥见 巴黎年代到20世纪末 台湾社会从无奈 无声到风起云涌的 巨大变革 我 有一个梦 梦境安 导致为何这批读地 我有一个梦 梦境我们一起 维护这块土地 替爱心 打开秋风的家路 用爱心 打开仇恨的牢狱 无希望 走到温柔的暗房 还希望 远离忧郁的暗房 向阳用自创的 史航诗 台语诗 为那个旧时代 描绘了新风景 而且让现在的新人类读来 激发许多创意与想象 原来诗不只是诗 而是像一个时代的口吻 到不了的远方 就透过阅读来达成吧 现在就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 陪你阅读全世界 全世界 感谢观看